美股不是华尔街专利 大家好,我是美头军 你们的美股探路者 这一期我们来讲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话题 这一代年轻人该如何积累财富 看到封面的朋友应该猜到答案了 没错,就是要靠股票投资 但是我不会用那些股票的高收益率来诱导观众 更不会讲那些一夜暴富 或者如何实现财务自由之类的话题 这一期,美头军会用更宏观的视野 为大家分析一下 中国发展到这一阶段 过去的成功经验 还能不能被现在的年轻一代所借鉴 未来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和机遇 为什么这一代年轻人 必须要靠股票投资来积累财富 我知道多数人更习惯听到相反的言论 今天这个话题乍一听会有些刺耳 但我相信如果你坚持看完本期视频 至少能给你打开一扇新的窗口 让你重新思考股票投资这件事 有时候我们分析自己时总是看不清 不如分析别人时来得快活 所以为了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美国普通家庭是如何积累财富的 和我们有什么不同 是否有我们这代年轻人可以借鉴的地方 不是说外国的月亮就比较圆 咱们择其善者而从之 择其不善者而改之 我们先来看一组中美家庭财富规模的对比图 与美国相比 中国家庭资产规模的特点是 总量高增速快 但是平均到每个家庭上则差距较大 根据2018年中国城市家庭财富健康报告 中国家庭平均总资产为150.3万元 远远低于美国的530万元 但是我们最富裕的20%的家庭 和美国的平均水平基本相同 同时在11年到17年间 中国家庭财富实现了7.6%的年化增长 远高于美国的3.1% 按照这个速度 理论上中国家庭大概需要29年 就能够赶超美国 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 也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例如中国家庭是否可以长期保持财富增速 中国的人口结构等 然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是中国家庭的资产结构 这是17年中美家庭资产配置对比图 从图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中国家庭将近八成的资金 都被固定在房地产中 大家也可以想想自己和身边人的资产配置情况 如果符合该比例 请扣分一 反观美国家庭的资产配置则相对平均 资产分散化做得比较好 其中金融资产扛歇了大旗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为了大选 拼了命地保美国股市 中国这边则是不惜一切代价的保房市 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保民生 维持社会的稳定 再来看中国家庭金融资产质量 我们把中国家庭的金融资产掰开揉碎 能发现超过六成是现金及现金凳加物 而风险来产品 股票 基金 债券 加起来只有12% 相当于总资产的1.4% 具体原因我们先按下步表 之后会具体分析 反观美国 根据Steve Ma金融2019年的数据 单独股票这一项 就占据美国家庭金融产品的53% 相当于总资产的22.6% 并且根据美联储的数据显示 52%的美国家庭 持有美国股票和股票相关产品 对于美国家庭来说 股票不是华尔街专利 大家也不觉得股票是洪水猛兽 其早已融入寻常百姓家 那是不是因为美国国情比较特殊 占着美元的主导地位 和全球最大股市的优势 美国人天生爱超股呢 我们不如把眼光放宽一点 看一下世界其他经济体的资产结构 可以看到 富与国家家庭金融资产配比普遍较高 日本 新加坡 瑞士 英国 均超过了50% 与这些发达经济体相比 中国家庭在金融资产上的配比 存在很大差距 看完所有数据对比 至少我们能够看清一点 那就是中国家庭未来想要积累财富 资产配置的重组是大势所趋 股票类投资 必将在未来中国家庭中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提到中美对比 总有人喜欢把国情不同作为挡箭牌 没错 国情是不同 但这不是我们不去跟别人学习的借口 每个时代的年轻人 都需要不断思考和改变 来顺应时代的发展 不改变是什么后果 看看美国人你也能知道 比如那些自大的白人至上的美国老白人 一提到崛起的中国就嗤之以鼻 自己却一辈子住着简陋的祖产木屋 开着二手福特 是的 曾经他们凭借天然的优势 也许可以不用努力 就能轻而易举地得到财富 但时代变了 不改变的他们自然也逃不了被淘汰的命运 回头看看我们自己 有哪些一直以来的优势使我们放弃思考 有哪些顽固的偏见使我们拒绝改变呢 很显然 长期快速增长的经济是每一位中国人受益 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房地产的发展 也改变了我们父辈那一代人的命运 这是我们的优势 也是为什么中国家庭资产中 房产占比如此之高的主要原因 于是看看你身边的朋友 哪些不是从一毕业就开始琢磨着买房 条件好的 父母能帮忙垫个首付 然后就是无穷尽的挣钱还贷 还贷挣钱 条件差一点的就省吃俭用 东拼西凑也得尽快买房 生怕自己房子买晚了 以后买不起 被上一代成功的经验 买房裹挟着生活的年轻人们 你们是否停下来思考过 你们的财富因为买房增长了吗 美团君常能想起当年出国前的一幕 几个北京老大爷坐在胡同口的小马杂上 边扇扇子边炫耀 现在这胡同里动辄一套房就几百万 咱老王现在也算是百万富翁了 现在想起来总觉得有些可笑 房子只要你自己住着没有卖 就是房价涨了百倍千倍 也不会增加你的财富 你的生活质量也不会因此提高 那上涨的房价只不过是个数字 你家的一砖一瓦也不会因此贴了金 反观美国家庭 虽说房产占比相对较小 但是如果你去问问 美国家庭积累财富是为了什么 也没人会说是为了世界和平 说到底还是那点事 老婆孩子热炕头 其中房产也是大部分美国家庭 一辈子最重要的投资 然而不同的是 买房并不是年轻人的受要目标 也很少获得父母在金钱上的帮助 多数美国年轻人在25到35岁间 都会经历一段自主积累财富的过程 除了还少许学贷 大部分时间都是财富的净积累 而在这段时间内 股票类投资则占了他们资产中的大多数 相比房地产 股票市场的门槛更低 它不需要大量的出市资金 如果你不只是它生计 也不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 因而在北美 股票类投资往往是普通年轻人 投资入门的首选 其实客观讲 中美家庭两种方法没有数有数列 本质上没什么不同 以前中国房产增速快 人们早买房 指着以后能快速增值 买了一套换两套 两套换四套 如此循环实现财富增长 美国人投资股票 也是因为美股投资 是所有投资选择中 包括房地产收益率最高的 能够最快地实现财富积累 然而不同的是 中国当下的发展阶段变化了 靠着房地产发家支付的方式 也许不再适用 中国家庭的资产配置 也注定将发生改变 事实是 过去20年 中国房价的飞速增长 掩盖了房产 作为一种投资品的诸多弊饼 比如房产投资 都有极高的杠杆 也就是你都得贷款买房 而杠杆的特点就是 它既可以放大收益 也可以放大亏损 比如5%的小波动 在股票市场上 也许不算什么 可在房产上 对于你来说 就是30%到50%的亏损 再比如 房子是普通人 能够接触到的资产中 流动性最差的 股票投资 你想买就可以买 想卖就能卖得出去 你今天想买个包 或者明天想换辆车 需要用钱 随时可以从股票投资中 取出现金 但房产不同 如果你家人生病 或者公司资金周转紧张 需要用钱 房子很难快速变现 想要快 往往就得赔本收出 作为投资品 房子其实是比股票 风险更高的 当年日本经济急盛时 东京的房地产 号称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然而抑制广场协议 汇率脱轨 楼市崩盘 日本新一代年轻人 经历了逝去的20年 这正是因为 长期楼市的繁荣 使人们忽略了 房产作为投资品的风险 中国房地产 虽说应该不会崩盘 但想要维持 过去20年的高速增长 是绝不可能的了 前任的成功经验 随着时代的改变 对于年轻人来说 不一定都是好事 有时反而会成为 置顾我们发展的绊脚石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也是时候重新思考 该如何积累财富了 虽说我们已经看到 在未来中国家庭财富 积累的过程中 增加股票类投资 是大势所趋 但如果你现在 就盲目进入股市 后果可能也不会太好 中国家庭股票类投资的 比例如此之低 也是有其客观原因的 不得不说 中国的金融市场 还处于发展阶段 投资者有所忌惮 这也无可厚非 其实反观美股市场 美国人也不是 一生下来就酷爱股票 美股市场 也是在跌跌撞撞中 不断完善的 下面这张 美国家庭历年 持有基金的比例图 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可以看到 美国家庭持有基金的比例 从80年的5.7% 逐步提高到 2000年的45% 之后便一直 稳定在这个水平 即便遭遇 01年911和 08年次贷危机的冲击 也并没有使 美国家庭持有基金的比例 有太多变化 这有力的证明了 一个成熟的股票市场 给予投资者的信心 美股市场 在如何买出 炒股第一步 那一期视频中提到过 普通家庭投资的本质 从来都不是 哪个资产最能赚钱 而是哪个资产 最能让人安心赚钱 要知道 80年代之前的美国股市 也是充斥着投机 股价操纵 内幕交易 恶意并购 等等我们普通人 完全无法安心投资的行为 著名的华尔街之狼 Jordan Belford 便是利用 那时美国股市的 监管漏洞 大发横财 一方面赠物操纵股市的人 一方面又赠物自己 不是那个可以操纵股市的人 回看这张中国家庭 金融资产配置图 我们发现 中国家庭目前持有金的比例 只占金融资产的3.2% 还不到总资产的1% 这情况像极了80年代的美国 可以说在投资理念上 中国家庭 整整落后了美国40年 同时 中国年轻一代 正面临着80年代美国人 所面临的同样的抉择 那就是 是否进行资产配置的充足 很显然 历史证明 越早做出改变的人 越快速的积累了财富 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来了 美国是如何做到 从80年到00年这20年间 改变了美国家庭的投资理念呢 这其中有两点至关重要 第一 是美国证监会 对于上市公司的监管 日趋严格 留给金融欺诈的空间 越来越小 第二 是美国80年到00年这20年间 经历了两波 经久不衰的大牛市 股票在20年间 增长了超过10倍 这很大程度上 增加了投资者的信心 我们中国家庭 不是不可以招猫画虎 但是以上这两个关键点 缺一不可 美投军相信中国股市 未来也一定会有 更完善的监管 也会有更强劲的牛市 然而如今 中国年轻人需要做出 资产配置的改变 已经是毋庸置疑了 与其等待的 仍未可期的美好未来 是否走捷径 去投资 更能令人安心赚钱的 美股市场 是更好的选择呢 这个留给各位看官 自己思考 如果你喜欢美投军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关注和转发哦 谢谢大家